工信部、公安部约谈阿里云、百度云、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公安部刑事侦察局近日联合约谈阿里云、百度云两家企业相关负责人通报了近期两家企业在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中存在的进入设诈网站数量居高不下等问题 要求两家企业切实履行网络与信息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对相关问题限期予以整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等将依法依规从严惩处 两家企业表示将认真落实监管要求、进一步加强网站接入、域名注册、信息服务等管理、切实防范化解电信网络诈骗风险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公安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聚焦广大人民群众反映的难点痛点问题、出十招、下重拳、指导督促互联网企业严格落实安全责任 强化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和设诈互联网账号监测处置 加大行业监督及违规处罚力度、多促并举全力推进互联网领域的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工作 更好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